护兵毅力东南贯 镇欧硕美声名满 在微微百年学府 复旦大学校园中 有一个历经三十年光辉征程 面向国际 开放多元的小小联合国 它就是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1974年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 成立了一个留学生办公室 随着留学生的增加 在1984年我们复旦大学 专门成立了一个外国留学生部 87年也就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在全国来说第一个 成立中国语言文化专业 中国概换课也是第一个开 这个很不容易的 当时这个学院没有单独的硕士 对外汉音教学可以在应用人员学 在这个二级学科下面 我们找对外汉音教学的硕士研究生 这么多年来 这段学院的老师们工作人员 都有一个很好的精神 就是创建 这是符合我们复旦的风格 我们现在的成员 当时的成果叫做复旦模式 管理 服务 教学三位一体 那时候是很小 我们总共有300个学生 可能80%是日本的学生 然后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有很多习惯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觉得很密切 像一个小家庭 我的理解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有如一个发动机 它培育了整个复旦大学的 各种专业的留学生的培养 这样一个工作 今天复旦大学这个 国际文化交流留学生工作 有这样的成绩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 这个大力的展展 在自身不断成熟的同时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也努力与外面的朋友 就打起了交道 学院先后承担了八所公子学院 公子学院实际上是一个 通过汉语教授 来讲好中国故事 让全世界更多的朋友 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 现状 以及对未来的诺险 国教院提供了很多的 各种教学比赛 在参加这些教学比赛的过程中 其实是能让人进步很快的 去北纪做汉语教师 剧院者 那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自己 变得更好 你们现在想不到 你们需要这个汉语有多重要 但是其实把它学好 对你的为了是很有幫助 对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学生来说 这里不仅是他们学习的地方 更是他们第二个家 老师扮演的角色不仅仅只是一个辅导你 然后给你学业上的一个帮助 同时他也会在生活中关心你 到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所以老师对我挺好的 学生也是对我挺好的 我就感觉到 这是家里一样的 我一点都不清楚 乘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让我们同住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明天 更加美好